歡迎大家收看喬寧日誌 好我們今天來新加坡很有名的一間店 店小二 這個是它的一個菜單 中英文的菜單喔很漂亮 然後這間店有名的是它的藥材鴨 它的鴨非常好吃 所以我們可能會點一個鴨 然後 我可能會點一個吧 因為有朋友推薦 然後 喔這個鴨 十全烤鴨 四分之一就要17塊3 藥材烤鴨飯8塊9 然後前菜海味 然後這邊是肉類 嗯哼 然後這個是魚類 跟海鮮 嗯 其他部分有名的是麥片蝦 小的是19塊9 這邊還有青菜 哇這個也是蓮藕類的 這是豆腐 這是豆腐 欸好難翻喔 然後這個是 中 這邊是甜品 然後這裡是茶水啦 還有酒 嗯哼 那這是慧言的reward 就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會點鴨 蓮藕 可能會點一個魚 石斑魚嗎 石斑魚好吃欸 還是要點 烤石斑嗎 魚有哪裡 魚就有石斑欸 魚魚魚 這是鹹魚花嫩 喔海鮮在這裡 守�xting 噢骨髮鯮鯽魚片 這個 可能會點這個 因為這個朋友推薦 好我們等上餐吧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這間店的 雙黃長怎麼樣 這間店就是一張 整個中國風 這邊是從店門口進來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中間的燈籠展示區 然後一直到裡面 這邊有類似拱門 然後銀杏 哇這邊很漂亮耶 這邊整個風景很漂亮 哇上面好像 新郎新娘要入洞房的樣子 它裡面有一個壁畫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包場用的啦 OK然後上面很多燈籠 很漂亮耶 這樣一個中餐廳的氣氛很好喔 讚讚的 光裝潢的部分我就給滿分了 很漂亮 我喜歡這邊這樣 中間一整個 陰冰的感覺 喔 這個運鏡很漂亮喔 好我們點的水來了 這個是我點的 然後這個是 龍眼羅漢的 然後這個是 巴黎蜜水 OK我們的黃金蓮藕 這個是黃金雙銀喔 蓮藕片 好現在先吃這個 黃金蓮藕看看 它黃金蓮藕是因為 蓮藕是白色 然後它有酥炸過 然後加上這個醬子 是鹹蛋黃的醬子 所以才叫黃金雙銀 然後這個是蓮藕 喜歡吃鹹蛋的人 可以點這道 那不喜歡鹹蛋的人 就可以跳過這道菜喔 其實這間店還滿有過年氣憾的 說實在的 然後這個是奶 裡面有包奶黃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有包奶黃 吃起來很好吃 然後鹹蛋黃在中間 整個很濃 雲潤 柔滑的感覺 對 然後鹹蛋有一點粉粉 在嘴巴有一點粉粉感 對 會讓你嘴巴 嘴唇會一直明的那種感覺 OK 接下來是我們的 雅生 雅生石斑片 然後我們這個是小的喔 它裡面有 這個是秋葵 然後這個是茄子 番茄 對 茄子番茄 對 茄子番茄 然後我們的魚片 山是哪個 這是魚片 這是鳳梨耶 很營養喔 雅生石斑魚 吃看看 OK我們的四分之一的烤鴨來囉 這樣有四分之一的 OK這個烤鴨是現烤的 五到十分 五到十五分鐘烤出來的 然後有黃瓜香菜 然後在這個藥扇 石斑魚片 它裡面有鳳梨的關係 所以吃起來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然後有一點點辣 為什麼這會辣 為什麼這會辣 這有點辣 這是哪的 阿桑嗎 阿桑嗎 阿桑 阿桑 亞桑石斑魚片 有點辣 辣的 所以我的 是歐醬 海鮮炒飯 裡面有蛋 這個是 豆芽菜跟蝦仁 好 OKOK跟正跟正 海鮮炒飯呢 裡面有蝦仁跟這個泡Q 然後還有豆芽菜 蛋 跟一點點的 蔥花 好啦開吃了開吃了 好我們剛剛一個烏龍很好笑 我們點了 S.O.醬海鮮炒飯 結果它沒有S.O.醬 對 它沒有S.O.醬 然後剛剛小姐來了一盤 就是 他們自己炒的S.O.醬 交給我們一小蝦 然後我們自己在碗裡面 這樣子 mix這樣子 DIY S.O.醬 炒飯 Mi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